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今天去超市花了两块钱,买了一块冬瓜 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做法 不炒不炖不煲汤 上桌后全家老少都爱吃 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冬瓜分成四份,去掉瓜瘾 然后再把冬瓜的外皮切掉不要 然后再把冬瓜切成薄一点的片 这里冬瓜片尽量切得薄一点 大概一到两毫米左右 切片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尽量切得细一点 全部切好之后放在一个大碗里面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下手抓拌均匀 把食盐抓拌至融化 让每一根冬瓜丝都能沾上食盐 抓拌均匀后先放一边腌制十分钟 趁这个时间准备几斑大蒜 先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碎一点 最后再剁成蒜末 剁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接着再来准备两根小葱 将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先把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葱叶也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少许红椒 先把它切成细丝 再改刀切成红椒丁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里面 再来准备半个青椒 也把它切成细丝 最后也切成青椒丁 切好之后和红椒丁放在一起 喜欢吃香菇的可以切一点香菇 先把香菇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条 最后切成香菇丁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着准备一块两块钱的猪瘦肉 先把它切成薄片 再把它剁成肉末 肉末也不需要剁得太细 带一点颗粒感会更好 多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冬瓜研制好了 看一下腌制出来了很多水 接着我们用力把冬瓜的水分挤干 这里冬瓜的水分一定要挤干一点 因为冬瓜比较容易出水 然后再把挤干水分的冬瓜 放入一个碗中 这个水也别倒掉了 等一会儿还要用它 接下来我们用手把冬瓜丝抖散 然后再往里面打入4个母鸡蛋 再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鸡蛋和冬瓜丝融合在一起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搅拌均匀后加入一勺淀粉 再次用筷子充分地搅匀 把淀粉搅拌至没有颗粒状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少许食盐 一勺鸡精 一大勺淀粉 然后倒入我们刚才挤出来的冬瓜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里面的调料搅拌化开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接着把锅烧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温三成热 倒入冬瓜鸡蛋液 开小火慢煎 用铲子将它整理平整 这里火切剧不能开太大 要不然容易煎糊了 底部煎至定型后 再轻轻地晃动锅 让冬瓜鸡蛋饼受热更加均匀 一面煎至金黄后 我们借助一个盘子把饼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直接放入锅里面 继续开小火把这一面煎一下 把它煎成金黄色 这样吃起来才更香 两面都煎至金黄后 先把冬瓜鸡蛋饼盛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锅里再倒入少许食用油 然后把肉末倒进来翻炒 把肉末炒散炒香 炒肉末的时候咱们最好凉油下锅 这样才不会粘成一坨 肉末炒香后把葱蒜末倒进来 继续翻炒 炒出它们的香味 炒香后把香菇盯倒进来翻炒 炒干香菇里面的水分 把香菇给它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把我们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这个时候开大火把汤汁煮开 煮至浓稠 汤汁煮至浓稠后把青红椒盯倒进来 继续翻炒 把青红椒炒至断生 最后把汤汁熬制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熬制好的料汁 淋在冬瓜鸡蛋饼上面 哇 真的是闻起来就特别香 最后再撒上葱花点缀一下 一道非常好吃的肉末冬瓜鸡蛋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冬瓜口感非常的滑嫩 既好看又好吃 关键还特别的下饭 就连挑食的孩子都能多吃一碗米饭 也特别适合老人吃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